大家看字面上乳癌風險增加26% 很多人會有誤會 哇!一百個二十六個得乳癌 這是錯誤的想法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廚任務 好 上一題跟大家分享 陳寶然醫師他獨創的四大分類 相信大家透過這四種分類 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不同的更年期症狀 他呈現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這一集我們會跟大家介紹說 有關於之前提到的四種症狀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治療 可是在介紹治療方式之前 我們應該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節目上流傳的錯誤觀念 第一個特別問的就是 有關於乳癌風險是不是增加呢 大家看字面上 乳癌風險增加26% 很多人會有誤會 哇!一百個二十六個得乳癌 這是錯誤的想法 我把數字給大家講 一萬個有吃荷爾蒙的人 跟一萬個沒有吃荷爾蒙的人 在追蹤四年以上 前四年大家的乳癌風險是一致的 但在第四年開始 有吃的那一國呢 32個得乳癌 沒吃的那一國 24個得乳癌 所以一萬個增加8個 你如果跟你說 一萬個會多8個人得乳癌 你會覺得心理壓力小一點 8除以32就是26%的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是32減24 這個8個是這樣子 它是對比就是兩組的差異 所以我們這個數字不是絕對發生率 而是相對增加率 第二個風險值 你看它 中風的風險值增加13%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網路資訊 就是前陣子網紅的一些資訊 你就知道 醫學資訊還在看細部 WHI的資訊來自於哪裡呢 它是50歲到70歲 它本來希望減少心臟病跟中風的風險 結果結果出來反過來 反而中風風險增加三成上下 死亡率也相對增加 但這個細部再去找 既然我是50到70歲 我再切 那50到60一個族群 60到70一個族群 其實重點在60到70 這個族群的人 中風風險大幅增加 死亡率也增加 所以才會有一個後續衍生出來 如果你要吃荷爾蒙 請在平經10年之內吃 所以為什麼中風風險增加 這個有時候還在看細部資料 所以我們自己在跟病人建議 就是停經10年之內 我會讓你補充 10年以上 如果你想要補充荷爾蒙 來達到你心血管的改善 就沒有辦法了 那最後一個 哇 肝功能異常 這個又是文字的一個錯誤 什麼人可以用荷爾蒙 或不能用荷爾蒙 你往上找 他會寫13樣給你 但我們嚴格上 我們會講四大類的人 是不適合的 第一個 你以前得過荷爾蒙相關癌症 乳癌子宮內膜癌 這兩大類的癌 就不適合補充荷爾蒙 第二個 你以前有血管栓塞的疾病 尤其是深層筋膜栓塞 或中風過的人 這種人我們就不給你吃 第三個 抽菸過重的人 第四個 肝功能嚴重異常的人 或者是另外一個叫偏頭痛 這幾個我們大概放在同一類 肝功能異常 不能吃荷爾蒙 但不代表荷爾蒙會讓肝功能異常 這兩個因跟果是不一樣喔 但你這個問題是說 吃這個肝功能會有問題 不是 荷爾蒙是有肝代謝 所以當你肝功能有異常的時候 你得荷爾蒙代謝的時間會延長 這才是真正的答案 但是你看 網路上不容易講這麼細 那我印象幾個比較深刻 我們就講 最老的 你覺得我門診 來治療更年期的相關症狀 不論我用哪個工具 我們待會也會提到一些 不論是藥物啦 一些運動的環節 局部的使用一些荷爾蒙凝膠 甚至現在新的雷射治療凳 你覺得我用的最老的是幾歲 所以呢 我猜一下 60 70 80 我猜70 那要猜 猜老一點好了 60 70 80 那我猜8 我猜爬10好了 80夠老了吧 大安通常不在影片中 大安是92 92 對 我講這個故事 其實一個外省級老太太 身體一直很好 其實是她媳婦帶她來的 她說 陳醫師 我婆婆出這個問題 92歲的老太太 一天到晚往外跑 但有一天再也不出門 結果她跟她聊才知道 她因為有一些 莫名的漏尿 這個漏尿會讓老人家覺得很丟臉 她就再也不出門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其實荷爾蒙補充 對她也講 反不濟急 所以我們現在有新的一個方法 我們就打雷射 聽到的雷射 可以讓妮膜快速的增生 增加彈性 她在漏尿這個困擾 她媳婦描述給我聽 當天做完 晚上就出去串門子 這種治療 標準的治療是 大概一年要做三次 前兩次是隔一個月做 第二個月做完 她隔幾天就出國 回大陸去清清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樣的治療有沒有幫助 更年期的不舒服 其實隨時隨地都在發生 以往可能 七幾歲跟你說 她弄掉 你一定說老人家在家裡就好 可是你身邊現在有非常多人 七幾歲可能還在環遊事件 她身體狀況很好 甚至七幾歲 現在還可以出來選總統 你看美國那兩個都是78 這幾年 我們市密出的整型治療 大概有七大類 是受到重洗的 我們照部位來區分 第一大類是下腹部的抽脂 因為生育過後或者年齡見證 在這一塊會很蓬出 其實不是很好看 我們不是講肚子的胖瘦 我們講在尺骨這裡 這個鷹部的抽脂 這個在國外還蠻受重視 國內少一點點 第二個部分其實就是小鷹唇的整形 第三個部分是鷹道裡面的整形 第四個部分其實是 所謂的積點的注射 然後另外有一個是外鷹的雷射 色澤的淡化 還有就是一些鬆弛度的一個改變 帶有六七大類的一個部分 那很有趣的是 小鷹唇整形是全世界都一樣 這五年數字大幅增加 以前在我服務的診所 一年大概四個到六個小鷹唇整形 我現在一個月就有四個到六個 你就知道上升那麼多倍 小鷹唇整形可能遠超乎大家想像 很多人都以為是外觀 其實不一定 我們先來看小鷹唇 小鷹唇它有一定的角色 第一個它是在外面保護陰道入口 上面也有一些性的敏感度 性的神經對它跟性的敏感也有關係 但是有一個問題喔 如果太肥大的時候呢 最主要是現在因為大家運動的多 包含走路跑步還有騎腳要側 還有一大部分來原因是因為不對稱 另外有些皺複太多 顏色不好看 甚至有點垂墜下來 這些都是目前小鷹唇來做的原因 其實就像這一張 這裡比較古就是所謂的這裡的抽脂 大鷹唇有的比較鬆垮 也有大鷹唇的整形 我們剛剛提到小鷹唇的整形 陰道裡面的整形 甚至有人為了性的改善 有所謂的基點注射 那這邊的色澤的改善 甚至在肛門口也有一些鬆脫鬆垂 這都是這幾年的顯學 甚至外觀 那功能性其實比較重要的 雖然我身為副產科技是鼓勵大家生產 但是只要懷孕生產 其實對身體還是一個大的壓力 這個壓力來自於 假設這是一個人躺著 但如果他站著呢 這個站的時候 我們這邊是一個骨盆底 骨盆底在懷孕過程當中 會釋放一些肌肉放鬆處 以及重量的壓迫 它的確會比較鬆弛 這個鬆弛會導致子宮容易垂下來一點 膀胱也比較容易垂下來一點 那這個鬆弛甚至在自然生產 也會讓陰道整個撐得比較鬆一點點 所以現在有幾個趨勢 偏向於比較功能性的概念 概念來自於哪裡 既然有鬆脫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讓陰道膀胱這部分 變得比較緊實一點點 那現在我們叫做能量治療的一種緊實 包含大家常聽到的雷射 新的電波 未來我知道陰波可能也會介入 如果我的雷射或者是電波 直接打在鬆脫的地方 那陰道會比較緊一點 甚至穿越到這邊 膀胱也會比較緊實 那在2017年早就有產品發出來 它的雷射概念就是 有一個管狀的東西進去 那雷射一開始會打陰道的360度 把能量灌注在陰道黏膜上 有的會有點破壞性 有的不一定有破壞性 這個要跟你們醫師在討論 黏膜稍微有破壞以後 就好像去角質的概念 很快的黏膜就會再生 那它打的這整個過程當中 會通常360度打一次 再來多數有一個叫90度 它會直接打在靠旁方這個角度 旁方這個部分的陰道黏膜 以及下面的這個黏膜下的組織 會產生熱能的影響 產生膠原蛋白的增生 所以那邊就會產生警示 其實多數這樣的資料 整個過程大概15分鐘上下 所以我要講的是 以往都會聚焦在 親密關係 其他像一種自信心的展示 讓它可以生活上 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很感謝醫師跟我們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遇到很多 醫師分享安妮 都是說女性很喜歡隱忍 就是她可能覺得說 這個對孩子很小問題 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 這是小困擾 但是其實都一定影響到 你的生活 甚至是你的心理會因此不開心 那你知道心理不開心 剛剛醫師有講 也會可能影響到 你更年級低早到來 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就是 你只要有任何的問題 一定要能去找醫師評估看 醫師能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協助你 除了可以改善你功能性上面的問題 也可以讓你的心情變得更好 那今天還是非常感謝 可以搖曉承宝然醫師 來幫我們分享這麼精彩的內容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下方留言 我們也會轉達給陳醫師 或者是你有更想要知道的議題 也都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也會邀請陳醫師再來跟我們解答哦 好那我們今天每一組任務圓滿成功 拜拜 有一個比較危險 有人就說我每年只有週年慶的時候 才能讓我的熱潮比較緩解一點 我是不鼓勵這種行為 這很危險 我刷爆老公的卡 會變成老公 接下來容易中風 對 就是天氣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哦